大家好,我是Kyoko 大家好,來到今個星期我們繼續說一些旅遊的日語 因為上個星期是香港編,然後今個星期就會說回旅行的日文 好,那今天我們要說的旅行日文是什麼呢? 就是這個,車票的種類 大家去到日本的時候有很多不同的車票 例如百達通有這個西瓜卡,或者IC卡 又或者在不同的地區有自己的卡 還有大家按機的時候,一些一翼券、整理券等等 我們今天就說這些日文吧 好,那如果我們去買票的時候 你走到第一件事是需要看它的路線圖的 你要看一下你的站是多少日圓 又或者是它究竟要多遠、多久 你這輛車究竟是去不去到這個站的 那路線圖的日文呢,就是 ロセンジュ ロセンジュ 那當大家按完部機之後出那張車票呢 我們會叫做鐵符的 キュッブ キュッブ就是車票的意思 然後呢,大家如果好好利用這個一日乘車券的話呢 有時候可以省很多車費的 我記得不知道在東京還是大阪呢 是逢星期六呢 有這個特位的一日乘車券的 一日乘車券的日文是 一日乘車券的日文是 一日乘車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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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有時候我們搭車呢 要檢查一下它什麼時候到啦 什麼時候到哪個站啦 那之前也介紹過啦 日本的車是很準時的 所以你看到它多少分發車 以及多少分到達呢 基本上它沒有什麼意外的話 是很準的 我今天為什麼說話很日文字的 不是很廣東話 OK 那這個時刻表呢 就是我們叫的時間表啦 日文來講呢 是 ジゴクヒョウ ジゴクヒョウ 然後我們平時會用到的八達通呢 其實就是叫做 晶片儲值卡 在日文呢 我們會叫做 アイシーカード アイシーカード 那如果大家去東京旅行的話呢 就會買一張西瓜卡 就是有一個很有趣的 我覺得那張呢 那張西瓜卡呢 就是在東京可以用的 大家就不要拿去大阪用啦 但是不是好像說 不知道 後來是全國通行的話 我沒有更新的資訊 如果你知道的話 下面留言告訴我 是不是大阪都可以用的啦 那西瓜卡的日文呢 另外呢 還有一個八達通的品牌呢 叫做 Pasmo Pasmo 那好像就是 都是東京用 不過我就沒有用過啦 因為那張 旗我好像比較方便 和比較出名 現在嗎 在關西呢 都有他們的八達通卡的 那一張呢 叫做 イコーカ 英文字就寫著 I C O C A 記住不是 I K O K A 好 那我們的八達通呢 是需要增值的嘛 無論在日本那張啦 還是香港那張都好啦 增值的日文呢 我們叫做 Charti Charti 那有些人不喜歡用這個八達通卡的 因為覺得 其實差幾日圓 那就寧願去買這個票 方便一點 因為你不用擲住了錢 在八達通卡那裡嘛 那所以呢 我們在買票的時候呢 也有這個單程票 或者是這個來回票的 來回券 應該叫做 好啦 那分別他們的日文是什麼呢 單程票的日文是 單程票的日文是 片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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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呢 來回券的日文是 往復 往復 所以大家就要看一下 你搭車的時候 究竟是買單程票的 還是買來回券的 不過我這個懶人呢 就比較喜歡用 不用關卡多一點的 因為不用每次都要賺錢 還可以省幾日圓幾日圓 應該都可以省幾十日圓的 好 那我們今天呢 我們就來到這裡 希望今天呢 可以幫助大家認識到 不同的車票種類的日文 去到日本的時候呢 大家就可以試試按機 看見不見到這些日文 還有呢 也可以試試去買那張西瓜卡 因為呢 那個西瓜 那隻企鵝呢 它在這個東京站呢 有一個特別的卡塔呢 是賣它的精品的 是人氣真的很高的 我覺得 而且最近呢 還要出了這個限定 所以如果大家有機會去日本的話呢 記得買那張西瓜卡紀念一下吧 那我們今天來到這裡啦 下個禮拜的時間 我們再見了 記得要 Like和Subscribe我的頻道 還要Follow我的IG和Facebook 因為可能我有時候會有偷懶的話呢 就會在IG和Facebook公佈的 那我們下個禮拜再見啦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請你幫忙訂閱我的頻道啦 左右兩邊呢 是推薦的影片 大家可以click進去看一下 還有可以Follow我的Facebook和IG 那裡會有更加多日本的資訊 じゃあまたね Bye Bye